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在新年1月1号的时候 日本人有一个传统的习惯 就是他们过年不下厨 要让火神来休息 因此他们吃的是冷便当 就是所谓的郁节料理了 事先都会保存好 然后以糖来腌制 到1月的时候再来吃 好 再来看到是韩国人过年的方式 他们也会吃年糕汤 象征是长了一岁 健康长寿而且有丰收的一年 而且在不同的地区 年糕汤其实有不同的做法 有的是会加入鸡肉 有的加海带 甚至还有地区会加入碾鱼来烹煮 好 再来看到是新马地区了 他们在庆祝农历新年的时候 会吃所谓的鱼生了 好 所谓的鱼生 就是将各种的蔬菜刨成丝 再搭配上生鱼片 基本上会有7种不同色彩的食材 象征的是七彩灿烂的豪彩头 好 远一点来看到的是波兰的部分 在过节的时候呢 他们吃的东西蛮特别的 饺子还有鱼的料理 其实跟台湾人的年夜饭也有一点类似 而且他们的内馅也非常的多元 有咸有甜也可以当主食 另外也可以当点心了 好 最后来看到的是法国人 法国人在过年的时候呢 通常都会准备国王派来当成甜点 这个内馅通常都是杏仁酱 不过后来为了再吃甜点的时候 多一些乐趣 他们还会把这个小池塞在馅料里头 如果有人吃到了 就代表是国王或者是皇后 新的一年运气也是非常好 不过等到隔一年的时候 就换你要准备国王派了 我是吴亦璇 想要收看最新第一手的讯息 赶快加入华世新闻YouTube频道 按赞开启小铃铛 最专业的主播群说新闻给你听